我长得像不像一颗一颗大萝卜 非常奇怪的 早上8点钟从安琪拉贝出发 一路开了4个多小时 5个小时 到达安安坦那拉利弗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边 就是完三行工这么一路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那门票是一人一万 我们看看这边 CAMELA 600 对? 对 对 这个是什么? 这用草做的一个小鱼 一个包吗 包啊 是包呀 你最爱的熟练 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民族乐器 我不知道叫哪里 挺好听的呢 这么一个 对啊 我倒了 全黑人了 然后头上都会顶东西 这是这边的特色 好够 走吧 去 我们买了两个 一千块钱一个两个一万 等一下还要跟他还家呢 一万当地票 我这十块钱我不可能拿两个的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鲁王宫 这边门票一万块钱 要喊导游的话是两万 门口全是四人导游 他把这边给占据 我刚才强行买了四张票进来 看这种强制性的这种 你买门票必须要用我的导游 不然我就不让你进 这种样子 让人很不爽 这边风景相当的棒 下面一览无语 凉快走三点 这个王宫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要进去看这边 看上去挺大的 其实里面很小 因为这个供电已经全部围起来 不让你进去 我们只能围着外面的一个绳子 拴起来一条路 还紧倒着路 然后你只能围在这里 绕一圈的话 估计15分钟 五块 在马来加斯加点菜 因为都是法语嘛 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就点这个soup就对了 跟方便面一样 然后里面还有茶叶蛋 现在你要编辫子了 来非洲之前就想编个脏面 然后都要走了 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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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一起流量这个地球 更多精彩记得关注哦